今天我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天象在夫妻宫的一些表现 哈喽,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了解我的话呢,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一个正经的算命博主 但是我不在我的视频里面算命的 我私下是在其他的渠道算命 那个是要收费的,好吗 我的视频是免费的,你可以想看多少遍就看多少遍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天象这颗星大概给人的一个感觉 天象首先是印星,就是印章的印 他跟紫薇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皇帝他有一个玉玺的感觉 所以说他公布了什么公文呢 他要盖一个他的印,那这就有生效 如果你没有这个印的话,你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如果你出国的话,那可能你坐飞机呀 你要带ID,就身份证啊,护照这一类也是印 如果说你去谈合同啊,谈工作啊 你要签一些合同,不是也要盖印吗 手印啊,这些都算是印 就是天象就是管这个印的 然后我们,我就不谈很远的那些的啊 就说说在夫妻宫的一些感受 之前我出紫薇星在夫妻宫的视频 有一个小伙伴说我好像忘记说 呃,夫妻宫是紫薇跟天象两个星的情况 那我在这里就是回答一下这位小伙伴的问题啊 然后呢,我们就先从这里讲起 好,呃,首先紫薇的星就是说 之前那个视频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看,他是帝王星 他加上印以后在你的夫妻宫 这里我们先说男命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天象在夫妻宫 对男命的影响是稍比较大一些的 就说你是一个男的 你的夫妻宫是天象跟紫薇 那么证明你的老婆应该是有一定的地位跟权利 我们这里不是说他的社会地位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会体现他的社会地位上 但在两性关系中 我个人觉得他更多的体会在 呃,男女之间的关系上 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七管炎 或者说你老婆说话是 在你的心目中很有分量的 然后你是不好不去听的 或者说不好不去执行的 所以说你的,你是一个男孩子的话 你的夫妻宫有紫薇天象 那你可能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七管炎 但不一定是说明你个人性格懦弱 因为天象在夫妻宫的时候 往往命宫是七杀 你想七杀做命的男孩子 他会是一个很懦弱的感觉吗 当然可能也有 但我认为大部分不是啊 所以说只能说 呃,可能老,可能在家庭的一些角色上 另外一半更说了算 然后紫薇天象在夫妻宫的时候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是男的话 可能尽量选择年纪相差比较大的另外一半 婚姻会比较容易和谐 呃,你可能谈了很久 就是说你可能谈了很多同龄人 你很喜欢的也好 或者说很喜欢你的也好 可是你会发现谈着谈着就是走不到婚姻那一步 就好像没有办法水到渠成 那可能是因为你们的年龄过于的相近 就差个三五岁啊什么的 可能差的比较小 所以说一般男命的话 紫薇天象在夫妻宫 我们其实建议你找小一点的老婆 呃,你的婚姻 你会比较容易跟她有婚姻 然后比较容易稳定下来 呃,可能有时候也会出现难沟通的问题 但是起码就说能成婚 要不然就是可能跟同龄人谈 是比较难成婚的 嗯,希望我刚才说的这些 回答了这个小伙伴的问题啊 如果你是女命的话 你的 你是女命 你的夫妻公式 紫薇跟天象 那有可能是说你另外一半的职业 就她的职业可能比如说是跟政治色彩有关的 那是有可能的 也有可能代表她本人的性格 就是说她比较有原则 她做事一板一眼的 做决断这些 就是说反过来这些情况也都说得通 但是只是说我个人觉得 紫薇天象在夫妻公反映在刚才说的那一点上 男命会比女命更艳一些 就女命的那些呢 就是说稍微淡一点吧 程度可能没有男命看到的那么明显 天象独坐在夫妻公 其实很多人觉得天象在夫妻公的话代表另外一半贤妻良母啊 或者说另外一半是很和平的人 我也觉得会有这个特点吧 就是说另外一半不是那种不讲理吧 可是我觉得要看兄弟公跟看子女公 因为兄弟公和子女公是假夫妻公的 如果你的夫妻公是天象的话 那你要看看她的两个灵宫 就天象在这 你要看这两个宫位 好吗 看看这两个宫位是什么星 这两个宫位一般来说都是路 都是那个巨门跟天良 因为天良是阴星又是 又可能是那种行星嘛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看 你的天象有没有被财阴甲 或者说有没有被行记甲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财阴甲 不知道什么是行记甲 你就可以直接摆读了 我们其实看的时候 其实直接看巨门就可以了 因为即便是天良化路 也不是财阴甲 只有巨门化路的时候 才是财阴甲哦 注意哦 如果巨门化路了的话 那很可能你就是构成了财阴甲 夹住了你这个天象 那你这个天象应该就是 我觉得是比较棒的 因为天象是受两个 灵宫的影响是最大的 如果有左辅右臂甲 奎阅甲 还有文昌文曲甲 这种双极星的夹的话 虽然说两个双星没有呆在同一个宫位 而是分开在两边 但它把这个天象夹住了 那么也是加持了这个天象 而且就是天象最喜欢的方式 那你这个天象就会发 发出它这个力量来 当然我之前看很多星 就是跟大家说一定要看三方四正啊 这些啊 当然了这颗星也要看三方四正 但我个人觉得 先看天象的灵宫 就是夫妻宫的灵宫 就是兄弟宫跟子女宫 你先看这两个宫位 有没有形成双极星夹的情况 好的话呢 当然就像财阴夹呀 然后双极星 左右夹 奎月夹 文昌文曲夹 这种都是好的嘛 如果有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说 左腑在这 右臂在这 啪 把中间这个天象给夹住了 那你这个天象就得到了助力跟加持 通常表示 可能是表示你的另外一半 它会长久的去支持你的事业 或者说会支持你什么 因为七杀做命很多都是自己打拼的 或者说靠自己的这种比较多 它如果有一个这样的闲内住 那是非常好的 就是支持它的工作跟事业嘛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是财阴夹 就是天象的灵宫有巨门跟天良 而巨门划路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巨门就是说是一个通道 当它划路的时候 就是一个源源不断来钱的通道 这个通道有钱 然后你这个天良心就是叫做你的 你的靠山 你的后 你的后山就是有人支持 你有一颗山在靠着 你后有靠山 前面源源不断来的钱 天象这个老婆在中间 那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成婚 或者说你的老婆 他的家庭 或者说你的家庭 就是会给你源源不断的这种金钱上 或者说其他力量上的帮助 那就是非常棒的 叫财阴夹 可能你会娶到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老婆 如果老婆本身没有能力 那也表示着女方的家庭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帮助你 因为聚门化路如果是在子女宫的话 也代表合作伙伴哪这种 就是说你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支援 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天象被财阴夹 就是聚门化路夹住他 然后再加上左腐右臂 因为这样呢 左腐右臂其实没有在夫妻宫的这个位置 并不会增加他天象的桃花性质 反而会直接带来很多助力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男的 看到这里你的命盘有这种情况 那我就恭喜你了好吗 一定要好好干 要加油找个好老婆 然后呢 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子 那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首先天象是一个很平稳的心 他代表硬嘛 所以说明你的老公他是有一点点 他是有原则的 他是有底线有原则的 不是那种没有节操的人 他也会比较注意这种仪表啊 可能可能看着就很邋遢吧 也不一定说穿得多么的帅气啊 但是说他还是蛮注重这一块的 就肯定不是说一个太恶心的那种 太不收拾的 不会到那种情 那种程度 所以还是一个比较得体的一个这样的人 那如果说你的你是女命的话 你的夫妻宫也被裁印夹了 然后也被左腐右臂夹了 我觉得这是加持了另外一半的才能 就是说你可能也是会找到一个 可能自己不是说多么有钱啊 或者怎么样吧 但起码说对方是有这种经济上的支持 就是说他是比如说能够养你啊 或者说你可以在家乖乖的呀 但像我刚才说了 夫妻宫如果是天象 命宫一般都是七杀 很少能遇见那种老老实实的七杀 可能有时候女命如果是七杀 还会嫌另外一半是不够闯的精神 所以这个完全是要看命主是怎么样去感受的了 我为什么刚才说了很多 就是说都先说男命呢 就是因为七杀主心的这个问题 天象在夫妻宫的时候命宫一般都是七杀 七杀放在男命上 我们我个人觉得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如果七杀是女命 其实很容易对另外一半有不满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帮别人看盘也好 或自己看盘的时候 可能就要稍稍注意一些了 我认为的天象在夫妻宫其实是好的 但是放在女命上就平平 没有像男命一样那么的合适吧 我觉得女孩子可能还都是希望 找一个那种更冲更闯 更man一点的哈 所以说你结合你的情况来感受一下 另外呢还有就是说 天象它本身是有一点桃花的性质的 如果你的天象跟单独的桃花星坐入本宫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说 在感情当中你会属于一个稍微被动一点 你没听错 就是说你的天象在夫妻宫 然后夫妻宫里面除了天象还有其他桃花星 你在感情当中有的时候是比较被动的 我倒不是说男的你没有去追求人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在可能感情的处理的整个过程中 可能另外一方女方对方才是主动一点的 这个道理反过来也适用 就是说天象有时候会表现这个 表现这个特点 然后另外就是说你说天象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我其实就觉得好像不太多的表现了 因为他的虽然说他有一点桃花的性质 但他没有像贪狼的那种欲望 他也没有像天府 就是要藏一个在家里的那种感觉 他也没有说像 比如说破君 就是说欲望什么 就是说没有这种感觉 他稍稍有一点桃花的性质 但是你说他像莲真一样很精神化 也不见得 但是天象在夫妻宫 如果加文昌或者说单独加文曲 那另外一半可能会对艺术 或者是说对一些文字啊书本 就是他本来可能会涉猎比较多 尤其是当他加了紫薇以后 紫薇也是代表才学的 就是说另外一半可能他是有一些小才艺的这一类的 他是可能会有的啊 我总体上来觉得天象在夫妻宫 其实大部分来说还是不错的吧 可是有一些人他的夫妻宫就说 你还要看一个走运 你天象在夫妻宫的话 代表你可能能找到最终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另一半 但有时候也代表婚前坎坷会比较多 像是我看过的盘就是说 就说结了然后离了再结 然后他是天象在夫妻宫的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不能说天象做命你就一定不会二婚啊或什么的 你要看小星星的配合 像我说的所有单星的桃花星如果单独入到了夫妻宫 你都要注意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 是小三扶正 就是说天象在夫妻宫加了一些情况的话 有可能是对方是被小三扶正这样子 就是说妻子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见过确实是有的啊 然后呢其他的我觉得就不是太多了 我其实总体来说吧 觉得天象在夫妻宫还是代表一个蛮好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是偏好的 如果能被裁印夹那就是最好不过了 如果能被左右昌曲奎月这样夹都是增加了另外一半的才能啊 还有另外一半人生的助理 所以我都觉得是非常好的 这里就是说给大家插一句 就是如果你的命宫是空宫 不是不是你的夫妻宫是空宫 那么对宫是天象 你要借过来看的话 你要注意一下你空宫的那些小星星 那些小星星才会发挥比较主要的作用 那天象借过来他的力量是削减的 如果你的天象在事业宫 而事业宫被这个化就是裁印夹的话 那我觉得你的另外一半也可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状况 东西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好 我大概今天能想到的天象的部分就是这么多 如果我有什么补充 我下次讲其他星的时候 我会再扯进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好吗 这一期我们就到这里啦 Thanks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哦对对对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好吗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